我们刚刚所看到是一些基本的功能 那么其实呢 他在这边 这里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是他那个授权的方法 您可以看一下这里 他有一个那个授权的方式您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说您在用这个新制度 多数功能可以说90%以上是免费的 那以后老师可能会有需要会用到付费的在什么 汇出 汇出的部分 在这边 好您从这边出来 您所看到 他可以变网页的 也可以变 事实上那个新制度最大的 目前最大的新制度的软体的公司 是叫MyJet这家的 这个但是他是付费的 他没有免费的 只能试用而已 那他们两个可以共通 FreeMind的也是 FreeMind的也是 可是呢 如果我们是用免费版本 因为我现在这个是付费版本 我们如果用的是免费版本 是只能会出成平面 基本上其实是够用 如果说比如说像老师您看到我们今天那个简报 就是手边的讲义的部分 我就会的图片给大家就好了 好 如果说您觉得说你不搞 你有需要其他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这边 比如说他可以 你如果付费的时候 他变成什么 可以变成简报 也可以变成我们Word里面的 RTF大钢板 好 那你这样的话就是 你要做 假设你要再做成简报之后 就相对比较方便一点点 但事实上还是捡来捡点贴贴 还是捡点贴贴一样 只是说你他帮你先做一部分 好 那当然也可以变成PDF文件 直接出具 这是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在哪里 这个有一个叫甘特笔 相信很多老师都有用过甘特笔 对不对 好 您可以用它来怎么样 做一些就是这个控管 进度的控管 那么这里是一样的 你今天如果在这边 我拿一个 拿一个动作 专案的排程 那你可以直接像这样 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来 直接利用新制图 就来做这个专案的控管 好了 这个部分是付费的 那么您可能会想说 那个 到底要多少 其实您可以看一下 它的价格 我是觉得还OK的 这个是比较多人授权的 那一般的授权 学校的版本是1000多块 原则上就是用校园的版本就好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校园版本的话 这边的费用大概就是像这样 终身使用的 对不对 一定用终身使用的 这样用 配置应该还不错 它有两个 对对对 它有一个叫Pro版本 一个是 一个是Plus 一个是Pro 那差一点点而已 基本上其实我们校园版的部分 主要就是用在 这个Pro版本应该就 用Plus的版本就够了 那如果说老师要特别了解一下 就是它的版本的差异的话 在这边它有写不同的版本差异 它有 我记得它上面有写 有一个那个版本差异表 这个等一下我再找一下那位置 就是基本上其实 差一点点而已 只只有差几个小功能 那原则上的话 像我去年 那时候就还没有这个授权方案 就是一年一次的 我那时候就是用1500多 因为我是用那个商业版的 1500多就是一年一次 但是现在新的这个授权方案会比较好 因为有中生的就不用干净 买一个小软体 用用细练应该是安不错的 还不错 那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们刚刚好有提到它几个是属于新 新功能的部分 那个是要付费的 那么您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您看在这边还有足标 有没有 有些时候我们有分优先顺序 对不对 1 这个你就可以从这边 2 可以再去把它稍微做一下 让做美化 事实上这都是美化的动作而已 那我们来看 你看我们在这边 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像这样子 因为当你的内容比较多 有不同主题的时候 您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新制图档案 可是我也可以把它包在里面 包在里面 像我现在这个就是像这样把它弄进来 那么弄进来之后 怎么样去做插入 那个页面从这边 你看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增加页面 直接从这边增加 但是有些时候 假设我刚刚你思考之后 我就通通都挤在一起了 对不对 那 我还要再扣过去 有点麻烦 所以 你可以这样子 你插入的时候是用这个主题 建立新闻页面 它虽然说叫做建立新闻页面 事实上就叫做复制 好你看我把它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多了一页 可是这页面都跟刚刚那一页一样 所以如果说万一 像我之前还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 好在这里 你看我当初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其实我做原子的在这里 通通都挤在一起 有没有全部都挤在一起 可是我就稍微把它分开来 等到比较正式的时候我就把它分开来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是大家 有时候我们要做比较正式资料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是 点到这边 看是要增加空白的 还是直接附设一个出版 那这个东西跟Excel一样 您都可以重新命名 直接可以重新命名 这样就比较方便 对不对 好 那您看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有特别把修订版本 有没有 因为我这边都还没有存档 现在有一个有没有 有一个 那您看这里 我这里有好几个版本 所以你有点到最原始的版本 你可以 点两下 他就先给你看一下 这是最原始的版本 大概长什么样子 好 你看第一个 第二个版本 有没有 第二个版本开始越来越多了 好 你就会比较清楚说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好 那这个呢 是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万一你要复原的话 再从这边复原回去就好 好 这个 我想 我们刚刚主要讲的几个 一个是图标的部分 还有就是 新旧 就是那个 授权的方案 那再来就是 插入页面的 好 我把画面就还给你老师 您可以稍微试看看 一个就是 如果您要复制的 比如说我只要复制影像素材 所以我可以要整页 那您只要点到这边 直接来这边 你这个主题 它的主题就是指你选到的那一个 好 那这样子过来 是不是就只有它 这样就比较方便 当然你说你要用copy贴上 我也不反对 但是 就是这样比较麻烦一点 好 那如果万民老师都没有选到 你会发现 这里不能点 也就是你没有 但选到任何主题的时候 这里是没有办法用的 那 其实因为像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自己工作上 或者是就是像教材的制作上 我大部分都会先用这种方式先规划 好 规划好了之后 像以我自己的工作来讲 自己做网站的 居多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把一些网站的架构把它弄出来 好 弄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就照我的这个缘起去 等于 只是做实体的动作 就相对比较快一点 所以其实我自己用了大概 一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确实对自己的帮助蛮大的 我想老师可以稍微实际的用看看 那我们在 这个我看一下 好 我先把画面还给老师 您先试看看 好 来 不同版本的那个差异 那 基本上其实没有差太多 就是Plus的版本 它的功能主要是这些 有没有 汇出 汇出这些 那 如果你要到Pro的版本的时候 Pro版本它会多一些 多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简报模式 也就是直接拿新政府当简报 不过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很适合大家的 好 那 像什么脑力激动 这个应该都还好 如果以我们一般使用到这些用到的工具 都不得 它主要是插在这几个 干涩土的 有没有 那什么商业工具箱 就是给你一些小的服饰 给你一些小的那些服饰 所以这个 以这样的版本应该主要就够我们用 那当然它中间只差几百块 所以这个是老师看看 原则上像 在免费的部分 大部分工程都可以用 主要受限的都是在汇出的部分 汇出的部分 好 OK 那么 这样应该大家对这个新政府的部分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